大家好,我是羊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错八疗 八疗学可以说是打通我们腰部气血的总开关 经络是否通畅,气血是否充足,都有在这里体现 八疗学在我们人体的腰底部 具体的位置是在尾骨尖端直上一横指 左四个,右四个,对称共四对 合称为八疗学 名字分为上疗,次疗,中疗和下疗这四对 这个疗字就是孔系的意思 这个区域恰好是对应着我们人体骨盆的位置 对应着人体的内生质系统,泌尿系统 擅长调节全身的水液,疏通气血 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域 我们在搓八疗的时候该采用坐的姿势 最好是直接接触皮肤,不要隔着衣服 由上向下的推 这样推几下会明显的感觉到有一股暖流 传达着摩擦的部位 温暖骨盆,传达着人的双脚 肩部,可以说是激活全身气血 如果是上热下寒的体质,够要搓一搓 因为上热下寒的体质是因为中气虚弱 中焦淤堵 上面的火下不去,下面的水上不来 在这种情况就要多刺激八疗 打通中间的淤阻,焦通水火 八疗是胆经,胃经,脾经,肝经等经络的交汇学 如果我们长期处于寒冷的环境里 就会导致体内的寒气增多 从而出现手脚冰凉,身体怕冷的现象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坐下来搓一搓八疗 能够促进体内的血循环,有力缓解 女性的很多问题都是由寒湿瘀引起的 也就是说喷腔环境不好 就像在寒冷潮湿的环境下 东西会发霉,发烂,结冰一样 当喷腔寒湿瘀堵,气血不通的时候 自然就会出现问题 而八疗又是盆腔的气血汇聚之处 是调节人一身的气血总开关 平时就可以这样推一推 让八疗气血通顺 腰,腿,脚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就说明经络气血也自然通达了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有些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杨,咱们下期见